鍛鍊做人、做事的國中的靈臺 並不是做什麼勘苦努力的大事 就是苦慶 意思說我們苦慶就是 剛好年說我們不要去不平反了 不是做得很勘苦才叫苦慶 那麼要拍拍對一切順利境界的分別 就是你受苦慶 意思說我們對這個順境不要去談心、懷疑心 這是說什麼人對我們比較好 我們就覺得他比較有緣 那什麼人對我們不好 我們就覺得比較好 那麼這種就是順境、液境的分別 我們不要去參選這種的分別 這就是受苦慶 那麼所以出雞就是要吃苦、受苦 只有在國中才有辦法開發地位 我們需要出雞就是吃苦、受苦 吃苦、受苦就是不要去分別 只有在這個境界當中才可以開發地位 所以意思說這個順境、液境的都不要去分別 那麼在雞也是一樣 我們順境、液境的也沒有分別 順境的我們不要說這個人口圓 順境的我們就攀圓 那麼這樣也是分別心 那就是對這個人看得不順 我們就討厭 這樣也是分別心 所以不管在雞出貨時 就是說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淡淡的 沒有分別 不一定說要成群結黨 那就是要怎麼 才會覺得開心 那麼如果說成群結黨 就是說比較開心的就這樣比較有什麼 比較有什麼 比較有什麼 比較有話說 這樣也是一種分別 那麼沒有人的 我們也不要去拍一次 這樣比較不會分別 比較不會分別 所以我們在雞也是一樣 沒有分別 我們跟學習 每一個中心都是一樣 沒有分別說 這個跟我們一樣 那個跟我們一樣 那個跟我們一樣 這樣就分別心 對吧 所以修緣就是要 對一切境界都沒有分別 那麼對這個一切境界 這樣沒有接觸 不會說像小學生 譬如說 小學生就是說 這個人比較有緣 他要貧瘦 我就可以做去貧瘦 吃飯我就可以去吃飯 所以我們在雞出貨時 也是一樣 不過這個有去 我才要去 他有做煉 我才要去做煉 每次都要對這位才可以 這樣也是一種分別 當然 人是有這個陰緣 時間空間有這個陰緣 但是也不能說 變成一種接觸 夢念這個人 要做一些雜誌 讓這個黏頭 有一個狗頭 沒有這麼夢想 分悔 要叫他黏佛也黏不下去 是有近近來的人 才能靜靜黏佛下去 意思說黏佛 要盡量做一些事情 夢想多人 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叫他黏佛也不簡單 只有鮮金的人 才有辦法靜靜黏佛 一方便做工作 一方便黏佛 會漸漸不感覺在做工作 那麼自然的三省平靜心 那麼我們在雞也是一樣 在雞如果我們做的工作 不說太要緊 這是說 沒有說有這種安全的問題 我們的心臟也是可以想佛念佛 我們實際上 我們不要去想 其實我們怎麼做的事情 也會想事情 也會想這世間的事情 也會想親家朋友 我們就不要想 我們就想佳佛世界 這樣最早也是一種正念 我們想佳佛世界 想說我要方生佳佛世界 我希望可以穿上觀世音菩薩 這樣想佛度中心 要像阿彌陀佛成就一個淨土 雖然這是一個夢想 但是也是正念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謠不可及 但是要有這個願力 願力想佛念 不會去想說 這人今天同事又對我怎樣 面色又不好 老闆又又怎樣 想要怎樣 想要減薪 想要怎樣 想要那麼多 那麼這都分別心 所以我們做事的時候 也是要有正念 正念就是說 最沒有我們有 求生佳佛世界的願力 或是有這個佛體心 希望說我們要去那個中心 這是我們念佛要生佛 讓生佳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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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自然 漸漸我們的心 就在心佛世界 不是說心佛世界 如果漸漸這樣 不要分別的時候 就這樣自然會生成平靜心 平靜心 就是說對境界 不要去分別 好嗎 老闆又說 蓋形清晶 六斤不黏 是立善的第一步基礎 意思是說 我們是蓋要清晶 六斤不黏 所以我們說 我們生佳要清佛 休佳要清晶 我們的深夜要清清白白的 意思是說我們清清白白的 意思是說我們清清白白 不去跟別人拼 不去接人的伴依 我們聚業清晶 我們聚業清晶 我們聚業的阿 不要說人好 說人壞 現在分別這分別那 還有神智去說給別人聽 或是說去跟別人訴苦 說這個說那個 人整天去找人到本社 人整天聽怎麼也會疼 意思是說 整天跟你說話都聽 你告訴我 你什麼人安全 你什麼人一直說話聽 你們家的本社都表出來 人家都聽不懂 人家都聽不懂 人家也會疼 所以這個Q要清晶 就是說我們知道就好 不要說那麼多 所以說這個 蓋行清晶 六斤不黏 我們這個一黏 清營 營營 營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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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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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 就是菇的縮營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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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 走出來看 外面有人放拋就快出來看 現在是選舉 或是老爺 還是拜拜 都會注意聽 外面是什麼聲 什麼人來 所以我們念母的時候 也要對這個所有境界 快留定要像這個菇 所以菇剛才是收起來的 但是我們剛才走出來看 白癡已經看 分別 銀行聽也分別 眼耳鼻舌生意 都是分別 藝念當中都要在收 注意清淨 無染 注意清淨 無染 像這個菇 看著境界就收起來 絕對不再向外去 那麼我們注意清淨 無染 清淨境界當中 六斤不僅忘念最準 那六斤如果又沒有清淨 沒有清淨就是分別 分別境界 眼睛看境界 它會分別魚腔聽的境界 鼻舌生意 心骨 有種種的感受也會分別 我們身上有種種的觸覺 也是會分別 那麼這個六斤路又不清淨 夢念最準 無面未破 就沒辦法開過 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心那些沒用 滴火是要怎麼開的 所以說心那些沒用 是要怎麼開過的 意思是說我們想想太多的事情 這是沒辦法開滴火 三斤的打雄斑就是打我們的無面 意思是說我們心那些第一步 就是要像這個菇一樣 剛才六斤境界的 我們是要向來 督色六根 而不是說攀緣六層 攀緣六層就變成煩乎 督色六根才是受傷 再來這段民國六十八年 十一月十九 九十一月 九十一月說 栽企的法師傅在廚房 煮飯煮到起煩惱 涉爉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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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衛生傅在這個 客棟對董事債典 會幾位出家的提出說 領域必須要受過程 意思是說在市議裡面 做技術要受過程 才能夠知道概率的營業才不會亂來 所以如果這個 佛系裡面做技術 當然是要有這個 有這個 受過程 BQ BQ 才能夠做技術 不然這個無受過程 只是可以幫忙做事情 要受過程才知道概率營業才不會亂來 無受過程 只能幫忙 10 無 以免的做營業 譬如大寮的事情 大寮就是我們獨棚 獨棚的事情有感知菩薩在那裡 要尋覆就班 一步一步來 一步一步來 不可以啟動無名 跟人爭吵 放這些亂小東西 這不是宅雞 宅雞說可以亂小東西 你們家的鍋子 你們家的棚子 隨便在搖 隨便在講 沒關係 出雞不一樣 出雞不一樣 不要一直插 插到鍋子 給我打破 這種就是蓋無名 蓋無名 所以來宅雞 宅雞也是一樣 來宅雞 這是來廚房幫忙 人家叫你 鍋子切這麼長 你就切這麼長 別說 人家叫你切這麼長 你就要切比較低 你有你的意見 所以我們人都有分別 有的人說 只要切一塊鐋子 拚一塊菜 就要分別 鐋子有的人要切這麼長 有的人要切這麼長 有的菜頭要切這麼大塊 有要切這麼大塊 這樣就完結了 所以宅雞出雞 我們都是要順動別人的意思 不要說要堅持 我們自己的意思 如果人家叫我們切多大塊 他就多大塊 人家嘴比較大 你管他 快大塊 沒關係 嘴比較大 你吃的肉 你管他 所以要順這個意思 聽說順這個職勢 相關的 他去付席 沒有我們的但是 他要跟別人學習什麼東西 這樣夾種的電鍋架 又加重多夾 第二鍋還有你的一份 以前關世音菩薩 文書保養的 菩薩的 也是在剛才收這個營地 收這個營地 所以剛才剛才說 這個維持的事情很多 美食的事情很多 所以同樣 有的人說 我們平民來切大電就好了 有的人說要有那頭 切過來這頭 有的人說要有這頭 切過來那頭 這樣就完結了 有的人就很堅持 說我就有這頭切過來 有的人就說不是有這頭 有這頭 切過來 這樣子就大家都有意見 切個桌子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要沒有分別 在境界當中沒有分別 不要說什麼都要順 我們的意思 在大陸中林當中 大陸不能有 閒雜人進入 意思是說 金采人不能去這個廚房 就算是當家室 也要有事情才能進去 以兵免這個頭的陷害 沒有像是現在 金采人出出入 還要去談閒語 意思是開槓 開槓說一些有的沒有的 所以在家也是一樣 出 ll 外交界對立 意思是我們瞭解解論 再來民國六十八年 十一、十九年 季寬宅靠劍 說到臺灣人的出家人說 在台南出家就沒有了家 北部也沒有說那是北部 請求臺灣出家人 不但跟北部跟家人 牽扯不絕 意思是說牽扯不絕 甚至連六清灌燒也是南作為 不像一個出家人的貼通 出家就是要等到北部 先吃灌燒的牽扯 不只出家人的施食法 變成不像出家 也不像煩燒 當然臺灣交通方便 交通那些方便 不像以前代料 交通不方便 還要走路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人的因緣 繼續這段九十一夜 因為莫密書接著要六三參學 老衛生不贊成 但是雅金無奈在客庭對莫密人說 北部對租路的愛心 接鼻就比較切 如果租路的驚離 陪北部垃圾 機關營養時 離開北部外出家 另外大 不但自家放棄 對北部的蛙口 而且讓北部萬壇 自己又再利益 又再上海到北部 那麼出家人也是一樣 做書的希望帝主可以成就 才不租 在吹吹 吹吹培 那麼 那是帝主不重呢 起書離去不斷主心 是起這個歸導者 而且領書 是否 領書是否 當然這是公金老衛生 公金老衛生 走這個條件說到 你離開公金老衛生 起到北部 不一定比較好 不一定比較好 當然現在的人不一定有這種的能力 能力 像這個養得禪室 就一樣了 有的人要來八萬歲 有的人不來八萬歲 你不能說 你都沒有地域 都沒有來 我沒有這個條件 可以說這個 說別人都沒有地域 都沒有來 他如果要來就來 要去就去 這本來就是正常的 隨著每個人的因緣 因緣 所以這個當然是公金老衛生 是聖地學 才說一種的威 所以意思是 是為了他好 才跟他講 所以要 意思是說 要他這個土地 可以了解 再來這段 民講六十八年 十一月 老衛生對莫密書 看是說 我們學佛愛信願行 只有信 還不夠 還必須有信 佛道中心的願力 所以 意思是說 我們有信心 還不夠 不夠 所以 這個願力 願力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 我們學佛 其實我們 上次說 我們學佛沒有説實話 説實話就是說 什麼都信 什麼都信 什麼就好 就好 那麼這只是有信 但是沒有成佛度眾生的願力 我們今天來學佛 不是要挖課佛 我們今天學佛 是希望我們可以生佛 不是說我們今天來學佛 就是來故意散步 希望散步 讓我的賺錢 希望我們兒子 可以拍拼得好 可以科學會調 讓我們老爸不會死 那麼 這就是說 我賺錢 或者是說 我賺錢 看你是要拿水給我吃 拿米給我吃 還是怎麼樣 我們賺錢 那麼這個只是一種信 信仰而已 這跟小小的信仰 沒有什麼差別 沒有什麼差別 學佛最重要的是願力 因為我們來學佛 是要成佛 因為我們學佛是要成佛 不是說我來信仰而已 所以我們就請問這個 說佛法不是宗教 有人說佛法不是宗教 宗教就是有一個教主 教主說什麼 你就相信 相信教要這樣做 但是佛法不是宗教 佛法 釋迦摩尼佛不是叫你信他 不是叫你相信他 而是說你有去地位 你要去思維 我們要去思維 思維說釋迦摩尼佛 如果說這樣對不對 如果是對的話 或者是說 釋迦摩尼佛 他的行為對不對 釋迦摩尼佛 成佛 利益眾生 這個願力對不對 我們是希望跟佛一樣 我們是要成佛的 所以我們學佛 不只是說信仰 信仰而已 信仰就是相信 仰望 仰望什麼人 仰望上帝 或者是仰望什麼神明 我們什麼力量 我們什麼智慧 我們什麼健康 我們什麼美麗 不是這樣子 我們什麼福報 而是我們是學佛 是要成佛的 是要利益眾生的 所以這個地方說 只有信不夠 只有信不可以說 叫做佛法 如果只有信的話 只是希望在佛教裡面 得到什麼東西 只是希望在道場裡面 得到什麼東西 也就是說 希望在三佛當中 得到什麼東西 這樣不是叫做佛教 佛教是說 必須要有成佛道中心的管理 意思是說 我們要請求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釋迦摩尼佛 一樣 我們要成佛道中心的管理 這樣才叫做學佛 才叫做學佛 所以不是說信 所以我們請求 我們上次說 三茶三二葉報經 地藏文菩薩施設這個方便 我們占茶 但是地藏文菩薩有說 那還是要發願 要懺悔 不是說你拿來 把拔 幾乎擠起來 這樣就可以讓你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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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說 往生去哪裡 問這個理藝 而是還要叫我們發獨離心 要發獨離心 要懺悔業障 要發願 發願 那麼藥師經也是一樣 藥師經 是讓我們能夠消除業障 讓我們身體健康 但是這個藥師佛還是要 以無上菩提而安樂之 還是用無上菩提 就是說 只是說 讓我們最初的時候方便 讓我們對佛法產生信心 但是最後還是要無上菩提而安樂之 就是說要發無上菩提心 然後得無上正等正確 然後利益十方一切的眾生 所以這個學佛不是只有信 必須要有成佛 要有心 佛理他中心 躲中心的元力 意思說我們要發獨離心 要有這個元力 意思是我們有這個元力 我們這樣子才有目標 我們學佛才有目標 我們學佛就是要生佛在中心 包括我們要求生給路世界 我們往生給路世界 也是希望我們去跟觀世音菩薩 跟阿彌陀佛學佛法 學佛法 學這個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的慈悲 學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的智慧 學習他的方便 善巧 那是他的神通 不可思議 願力 這種的頂頂呢 我們學習觀世音菩薩 跟阿彌陀佛一樣 我們可以立在中心 因為中心是受苦 不管我們的親家朋友 還是說這個社會 有很多人在受苦 大眾生都是在受苦的 當然我們生活在台灣 算不錯 但這個世界還有很多人 像阿富汗那也是中心 對不對 阿富汗的人 他們對佛法沒有一點點的理解 這也是中心 像沙漠裡面的這個眾生 沙漠裡的水牛 大象 犀牛 那也是眾生 像海底的這個魚 那也是眾生 我們要有這個願力 只要說眾生受苦 眾生在三二道裡面受苦 或者是說眾生在六道裡面輪迴 我們有這個願力 希望可以讓一切中心都可以生佛 所以我們求生教育世界 那也是發佛的心 為了要生佛 跟阿彌陀佛學習 才往生極樂世界 我們剛才在境界的時候 我們才會堅定 才會堅定 那麼我們一天 一天再過一天 一天再過一天 這樣才有一個目標 才有一個目標 不然的話 有人學佛學一段時間 剛開始學佛的時候 很興趣很發心 感到學佛很好奇 他不知道佛法裡面是做什麼 但是耳朵的時候 感到就沒什麼 沒什麼好像沒有動力 沒有動力 那麼沒有動力就是因為沒有願力 沒有願力的時候 就一天過一天都差不多 反正也不會生活不會太差 所以就是說要有這個願力 要這樣堅定 所以剛才這個業種的時候 照法都克服 只有信念無關的人 意思是說只有信念 而沒有願力的人 意思是說對這個佛法 他只有信用利益 但是他沒有觀念 意思是說對佛教 只是希望有所求 今天來這裡 只是希望家庭的平安 事業的順利 科技的條 那麼業種會消 病化的好 那麼只是說 希望對這個佛法有所求 對佛三寶 對佛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 只是想要求而已 想要求的什麼東西 然後沒有願力 就是說他本身也沒有說 他要想佛道中心 他要開大地灰 他要帶足帶鼻 那麼頂頂的他沒有這種願力 那麼剛才一逆境就很容易退失到心 所以有的所求不如願 所求不如願 所求不如願 所以有的人說 學復後 家裡也沒有錢 反正越來越散 有的人越來越貧窮 越來越散 病化越來越多 境界越來越多 那麼這種的 對佛教還沒有正確智慧 對佛教很容易退失到心 很容易退失到心 所以對佛教的時候 要依念佛來聚慧 念佛 那麼當然在這個地方 念佛不只是說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名號 而是念佛的功德 念佛的智慧 念佛的慈悲 念佛的願力 念佛的淨土 那麼你有內涵 才有辦法克服 沒有你只有說 佛教來的時候 只能說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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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沒辦法克服 還是沒有辦法克服 我們念佛的祖父 阿彌陀佛的祖父 在四方世界裡的中心 我們也可以聽到阿彌陀佛 在四方世界 有永遠的中心 我們可以在這裡 念阿彌陀佛的智慧 念阿彌陀佛的淨土 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和你的殊勝莊嚴 都是為了中心來成就的 成就那個世界 就是為了中心來收興 為了中心來收興 比如說我們三部世界 大家都希望找一個好的地方 可以收興 不管在家 也就是出家 尤其是出家 出家也是希望 找一個好地方可以修行 好的地理 好的環境 好的空氣 好的水 好的風景 那麼沒有人干擾的地方 但是實際上沒有 所以我們念阿彌陀佛的淨土 是說阿彌陀佛很厲害 這麼粗鼻 成就這個境透 一切中心都可以當如願 如願的在極的世界修行 所以我們剛才去境界的時候 不是只有說 念阿彌陀佛這四禮 就有辦法克服 那麼就要更加意念 阿彌陀佛的功德 阿彌陀佛的智慧 阿彌陀佛的願力 阿彌陀佛的慈悲 還有阿彌陀佛的淨土 那裡的殊聖莊嚴 我們剛才去境界的時候 才有克服 剛才去境界 把我們送來 這是說把我們祈求的時候 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 我們再現後過來 九十二月 九十二月呢 老的的時候 對信道開始說 我們用在的時候默念 我們就要希望說 願斷一切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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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願斷一切惡 意思是說 什麼是願斷一切惡呢 意思是說 什麼願斷一切惡呢 我們抓地 抓著地 來討好菜的時候 也是一種惡念 是一種惡念 意思是說 如果大家做回吃飯 大家做回吃飯 我們如果抓這支地 那來討好菜的時候 也是一種惡念 惡念 所以這是說 做回吃飯 當然 每個地方吃飯 不一樣 有的是過長 過長你的菜 就在面前沒有人跟你唱 對不對 那如果說 你跟港島吃飯 像港島 或是說過長 一個衣服 可以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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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要吃就把它洗來頭前 所以 如果說我們心裡 要爭這個好菜的同時 這個也是一個惡 也是一種惡念 這是一種惡念 這是一種譬喻 那麼我們在家也是一樣 我們時刻刻說 我們是用什麼心裡 做這個事情 這也是 看來是惡念 還是說我們沒有惡念 民國六十八年 十二月二五 老花生在家長 對這個莫密法師傅開始 說我們出雞 就是要看破 愛別離苦來出家 要看破這愛別離 愛別離就是說恩愛 離別 意思是說要淡愛 離別 這種的痛苦來出雞 所以說出了雞 就忘了雞 又到家裡人 感恩 那麼 雖然心 雖然出雞 心中的念頭 雖然出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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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的念頭 會把這愛別離 恩愛 離別的這種的痛苦 低調 無法跳出輪迴 無法跳出輪迴 在這裡 跟家人感恩 自己也洗手 不能跟家人感恩 愛別離苦 不能跟家人感恩 那麼念頭 自然清精 到是要翁心使用 我們給了世界照的希望 到給了世界 在這裡不退地 照辦法補親恩 所以說這個 我們說的 我們在家也是一樣 在家呢 我們一回兩回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要轉心 那麼 世間不管有什麼人 讓我們痛苦 有什麼人讓我們高興 我們都要放下 尤其是我們到二秒鐘的時候 這都是 他不用生他不用買的東西 所以比如說 社會運動就要 要跳出這種恩愛別離的 這種分別心 不然呢 到二秒鐘的念頭 沒辦法跳出去 沒辦法跳出去 比如說到二秒鐘的時候 還在那邊 還在那邊 懷念 比如說有人要死 還懷念過去 要死還懷念過去 還在懷念過去 這樣會會懷念我們懷念 我們懷念 所以說 要死還懷念的時候 又在想起 又在萬分 萬分什麼事情 什麼人 這樣也會懷念我們懷念 所以我們要 譬如說 要觀察 觀察 說這個世間是虛幻 觀察到這個世間是虛幻 我們要知道 這個世間 他不用生他不用 他不用 像補助一樣 補助一樣 補助的電視 是補助很愛補 說有什麼八卦 什麼人 什麼影藝的影劇 歌星 什麼人跟什麼人當中 什麼人跟什麼人結婚 沒辦法 那個人又找到了真愛 還是沒辦法 那個人又離婚了 那麼同樣一個事情 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 這就是因緣生因緣滅 因緣生因緣滅 有一個作家 詩說 曾經有一個人 我們以前有一個 英國有一個 文莎公爵 說 不愛江山愛美人 意思說 他只有愛 他的路邊友 他不愛這個港山 他覺得不要做國王 也要跟這個 他尬的人做為 不愛江山愛美人 這是英國的文莎公爵 那麼最近 歐洲也是一個王廚 不知道是丹麥 還是挪威 也是一個王主 他為了愛他的路